欢迎收看《戴耳花之》 有不少人都希望自己可以有个富爸爸 因为有了富爸爸之后 除了衣食优渥 工作或是职场上面 至少可以事半功倍 对 不过不是所有的富二代 都是靠爸主 因为现在很多台商就面临 第二代不愿接班的困境 那这星期的台青西游记 就大家来看看 就是台商富爸爸的烦恼 今天在现场跟大家一起聊聊 富爸爸的烦恼的来宾 是联合报华东特派 胡米昂 胡大哥 各位好 台商登陆打拼已经三四十年了 很长一段时间按理来讲 现在已经是事业的收成期 风收期 大家应该可以好好过日子才对 但是据我所知 其实这些台商富爸爸们很烦恼 优点烦恼 而且烦恼不止一个 其实整个 我觉得他们碰到 也就是整个转型升级的问题 因为过去来讲的话 他们早年的时候 很多就是把台湾的工厂设备 或者台湾的一些技术 就是现成的搬到大陆去 甚至很多人家有些 讲说很多二手的机器 都搬过去用就可以了 可是来讲的话 这么多年来讲的话 大陆整个转型升级了 然后尤其很多出口来讲的话 你不管说是土地成本也变贵了 劳工成本也变贵了 那你的本身来讲 你的产业很多来讲的话 大陆也希望腾龙换鸟 不希望这些很多高污染的 然后这些低阶制造业的 他希望这些制造业来讲的话 要转型升级 或者那边你就搬到更远的地方去 但是其实来讲 转型升级说的容易做的不容易 对 其实这些台商我觉得很辛苦 他们当年的话离开台湾 也是因为台湾经济面临转型 所以他们很顺利就可以找到 因为当时的话 对岸就有一个很好现场 很现成的 你可以把那个工厂设备搬移过去 然后就继续生产 甚至可以做得更大 但现在的话就是 大陆的话经济也发展到一定的阶段 他们现在也面临当年 他们离开台湾的时候 有同样的问题 就又再来了 对 人工成本高 人工 环保 劳工问题 对 劳工意识台湾 对 可是像现在就 你就很难找到一个说 在大陆之后下一个 到底是哪一个地方 另外一个话 就可能这些台商的话 经过这么长的奋斗的话 其实年纪也大的 就是那种拼劲 冲劲的话 跟体力的话 跟当年比较起来 可是时间算一算 其实也到了该招班的时候 就是转型的问题 整个企业怎么样 在既有的基础上面 做大做强做更好 或是要游牧到哪里去 应该是交给下一代来解决就好 我碰到一些所谓的台商二代 他们有些人很无奈 他说没办法 比方说我哥哥在美国 在澳洲 不愿意接班 过着日子很舒服 不想回来接班 所以弟弟被迫被找回来接班 或者来讲话 有些人觉得说 可能在台湾生活比较安逸 那也不愿意回来接班 另外一种来讲话 你碰到接班的话 要碰到一个转型的问题 所以很多 挑战也很大 挑战非常大 没有那么轻松 可以顺利的去 就是他如果接班的话 对他来讲 这个没有那么容易的事情 对 或者本身有些第二代这样 对父亲上一代的一些 传统产业制造也没兴趣 也会有这种现象 对 可是像胡达哥你在大陆的话 接触到这些台商二代的话 他们有什么样的特色 像我印象中的话 就是因为台湾 就是大概中国人 大概都有这种习惯 就是你觉得就是 有办法一定要向小孩子 受很好的教育 对 所以你把他送出去 对 所以很多台商的话 都是在经济能力许可情况下 都把小孩送到国外去念书 除了很多二代的话 他们拥有很好的那种 国外名牌大学学历之外的话 这些台二代的话 大概都有哪些特质 我碰过的一些台二代 我觉得到大陆愿意接班 当然都是比较好的 能够体会父亲上一代的辛苦 那我碰到有一个例子 我觉得在昆山 一个台庆会的会长很有趣 他年纪才30岁都不到 长了一些当娃娃脸 他为了要装老 到哪边去都穿西装打领带 那我觉得他这个案子 这个案例其实蛮成功的 就是说他从澳洲被叫回来接班 因为他哥哥不愿意回来 那他本身他们家做的 本来也是属于电子的传统产业 他能做五金 对五金方面的一些周边 周边配备的东西 那他说他回来之后呢 反而他们家的业绩 三年的时间 每年成长40% 原来可能 本来本身来讲的话 有营收1000万 1000万人民币 那就变2000万了 那我就说为什么 他说他在澳洲那时候 那时候来讲的话 被歧视 对 因为那边都是白人天下 所以他说他受了歧视的感觉 所以他当他回到大陆来讲 他觉得让他来讲有一个启发 他觉得人与人之间来讲的话 都不应该被歧视 所以他到那边 他反而一个视野来讲开阔了 对 他是怎么运用在他的管理上 用在他的接班管理上面 所以他在接班的管理上 他很特别说 一般人来讲的话呢 都喜欢比方说人事啦 财务啦 那边就用亲戚 那边就用台干 他就信得过 他这些不管人事啊 财务或者他的业务 因为业务是一个企业的命脉 对 全部是大陆干部 他说这些人来讲 在公司做了很多年 他觉得他们做得很好 所以来讲他觉得 我不问你的出身 我不问你的背景 你是人才 我就省你上来 是 然后打成一片 这个不容易 因为我觉得 虽然同样都是中国人 可是说的话是一样的 可是其实大家差异是很大 尤其你要把你的团队 打造成一个不问省级 不问国级的 我觉得这个对他来讲 而且他才30岁 他怎么办到 他很特别 他说他本身的公司很扁平化 他真的还能关心到 继承员工的午餐晚餐问题 他说这个问题 对他一个老板来讲 可能是一个小事情 可是一个员工来讲 他每天在生产线 是 面对的就是说 下了生产线休息 就是吃饭问题 午餐晚餐 餐点好不好 对他来讲的话 其实对一个公司来讲 他其实是很重要的 所以当员工来讲 他觉得午餐不好 晚餐不好 菜吃不好 他就改善 无形容 他其实就拉近了 跟员工的距离 然后他就卖命 然后他本身 因为他跟国外的人接触来讲 他这个个性 其实很乐于助人 很开放 所以很多外国客户来讲 就变成他好朋友 是 很多客户来讲 本来可能只是 跟他的设备有关的东西 那他周边的一些东西 他有愿意帮客户 去找一些周边的一些 可能一些生产线 或者一些客户 他帮忙介绍 所以让他本身 不管对内 对员工来讲的话 相亲力很高 对外来讲 他客户的越来越 源源不绝 越来越广 是 就让他整个公司来讲的话 反而比他父亲 第一代来讲做得更好 我觉得他愿意接班 可以把接班之后的事业做得不错 跟他的个性 其实有很大的关系 很特别的是 他竟然可以把五金 当成像珠宝一样来卖 我们听一下他的生意金 我觉得这有一部分是 我的个性去带动 我底下所有干部的特性 我们把它当服务业来做 我们不单单是把你的东西设计好 我们还照顾你周围的 今天我铁键交给你 但是你需要塑料键 我会说没有问题 我来帮你找这个人在哪里 然后我甚至都帮你联系好了 所以我们是用这种服务业的态度 在做这件事情 所以我们有更大的优势 所以说转型升级 有一部分是在这个地方 你不能用传统的思维 来做原本的事情 来做原本的事情 你必须要转一点概念 就如果大家来我公司的话 我们的产品像是摆珠宝一样 用那个展示会用得很漂亮 然后旁边还有打光 我觉得一部分就是 我们对这产品的信心 就好像是珠宝一样 已经摆在那边了 所以每次客人来看的时候 他说他可以第一眼知道 我们对产品的认真程度 认真程度 甚至我们怎么对待我们的产品 其实陈宇欢的父亲算是 比较幸运的台商 因为儿子愿意回来接班 但是他为什么愿意回来 因为其实我们遇到很多 那个台商二代的话 都是不愿意回来 那陈宇欢是因为 什么样的考量 他愿意去接下父亲这个棒子 他说他们的工厂跟他年龄是一样大的 等于是他在出生的时候 父亲创办这个事业了 对 我听他讲 他好像那时候是在当年的台北县 好像树林一带的工厂 他们家住在工厂旁边 他小时候在工厂里面跑来跑去长大的 他是住在工厂 应该是可能 我觉得早期可能就是工厂跟住家 都住得很细 对 很多中央企业就这样子 所以他从小说 常常被工厂的噪音都是吵醒 他对工厂有很深的一个感情 对 所以说他觉得说 他看到父亲 因为他说家里的长辈跟他 父亲的朋友跟他讲说 你父亲他们年龄大了 你是不是该早点回来接班了 来帮他分忧 所以这个人我觉得 他个性非常好 他也很孝顺 他对这工厂也有很深的一个感情 他觉得他需要回来 把他传承下去 这个台商在培养接班人 这件事情上面 好像应该要比照一下 这个刚刚 这个他是台庆会的会长 对 他大概30岁都不到 要比照他爸爸 陈爸爸的做法 对 因为像我们遇到 就是采访过程当中 遇到就是二代比较愿意接班的话 大概都是父亲的话 从小把他带在身边的 因为很多的话就是 想要培养小孩 就把小孩送到国外去念书的话 很多那个二代的话 因为他所学的话 跟他父亲的本业的话 不一样 不一样 对 不一样 那就兴趣不符合 因为很多台商是做的是传统产业 对 那你那个小孩到国外念的话 也许念金融 政治 法律 跟父亲事业有落差 就不愿意回来 另外一个的话就是 你在海外的话 就是欧美国家待太久 有些是从小送到海外去的 那待太久了 常年在那个欧美国家的话 你要叫他一下子回到大陆 可能到上海还好一点 或者到一些二三线城市的工厂的话 很多是连生活适应都没办法 对 更不要说叫他要去从事低阶的制造用 这件事情就会是很大的挑战了 是 这个叫陈宇环 我觉得他有句话说的挺好的 他说其实接班既然是必然 那他就要趁着年轻的时候 因为年轻的时候柔软度比较好 那你就可以挫折忍耐度也好 他就可以去 既然没办法 他好像有一个哥哥 结果最后是他自己 他认清了这个事实 所以他就接下来了 对 而且他其实在这个年纪接的话 因为父亲的话 还可以在旁边 从旁给他很多经验上面的协助 对 所以是一个很好的接班的年纪 才二十几岁不满三十 十岁还不到三十岁 他其实已经回来大概有三年了已经 所以你往前往前面推 他可能回来的时候 真的接班的时候 才二十五六岁就开始接班了 很年轻就接班表现还不错 我觉得这个陈爸爸算是幸运的 他的父爸爸算是幸运的 那如果说这些二代不接班的话 台商会有哪些方法来解决 要不然打拼了三四十年的失业 就这样子收掉很可惜 有些可能就是所谓的传贤不传子 去找专业经理人 对 用这种方式就从公司企业里面 找觉得合适的干部 然后来培养出来 对 其实我在南京采访的时候 有一个可能胡大哥也认识 一个做净水器厂很大的台商 对 那他们现在屏东也有很大的工厂 他开的薪水很高 但是屏东那工厂 找不到年轻愿意过去那边工作 那他们就是在买下上海一个厂 然后那个时候他们总经理就讲说 因为上海那个厂的话的老板 台商老板的话就是他的小孩不愿意接 那就只好把工厂卖掉 那因为刚好他别人需要那个领域 就买钱 所以很多是比如说收掉 不得已就收掉 或卖掉 收掉或卖掉 那另外一个的话 如果要找那个专业经理人 其实有一个方法的话 其实也很多那个顾问公司 在建议一些台商就是 干脆想办法让企业上市 你的企业上市之后的话 你就可以退身变成股东 大股东 然后就是交给专业经理人 所以就是你万一二代的话 不愿意接班的话 其实台商大概有几种选择 还有一个刚接班讲的是专业经理人 然后还有一个方法 就可能要渐进式培养他的小孩 去认识他的事业 对不对 这是一个 对 就像陈宇欢这种状况 其实从小来讲 我觉得他父亲应该把他教得很好 对 一个是带在身边当 从特助什么 就是大概一般最常就是 带在身边这样带起来 除了就是父亲带在身边的话 一步一步来教你之外的话 还没有什么样的方式的话 是台商经常在使用 就是能够训练第二代 能够逐步接班的 其实整个来讲的话 有些就是实在没有办法 也许就是说看第二代的 意志而教 兴趣在哪里 然后也许就是慢慢转 他有兴趣的让他转投资 我听过一个 他是意志而教 因为自己的小孩不好教 你要培养接班人的话 你自己放在那个我的企业里面很难带 所以他就跟别的台商互换 我们业太很相似 所以我的小孩去你的那个工厂 你的小孩来我工厂 就一指而教 就训练那个接班人 我在湖北武汉碰过一个这种例子 一个台商女的台商副会长 他就是说他小孩子从台湾学校刚毕业 他就先送到 就像那个民主你讲的 送到深圳 他朋友的电子场去上班去 然后有几年工作经验之后 再带着身边回来 用这种方式 对那另外因为 我们刚刚有提到说 就是二代不愿意接班 是很多台商会遇到的问题 所以台协在就是协助这些台商的话 接班问题上面 是不是也扮演一定的角色 提供协会上面提供一个集体的资源 其实这方面来讲的话 我们最近其实在看 包括很多的两岸青创员 就是说让这些台商来讲的话 他第二代如果对他本身没兴趣 他就是做其他的一些创业 然后父亲来讲的话提供资金 就是还是可以利用父亲 在当地既有的资源 协助小孩子做他有兴趣的东西 他人脉很广 比方说他的父亲在那边待了 待了十几二十年 他人脉非常广 然后你小孩子有兴趣哪方面 而且可能是适合 有些我们接触到 也许说是做服务业 也许说像餐饮业 这些方面来讲 都是未来大陆来讲 是看好的行业 他顺势来讲就转型 对在上海其实有一个副会长 他做的是童装生意 但是他小孩子的话 他米亚大哥应该认识 就是他小孩 他其实现在做的是蛋糕 对 那蛋糕跟咖啡店 因为他小孩有兴趣 但是这个台商副会长 就真的可以利用他在上海 多年打下来基础 因为你在上海的话 就是做蛋糕的话 就是你要起步 其实不太容易 所以他就协助 利用他的那个 过去跟台商这些关系 因为很多台商会举办一些会议 然后你会议的话就会订餐 所以像比如说 我就做自己台商 台商朋友圈的生意 就第一步先协助 他打开市场 像所以我在上海的时候 有些采访的场合当中 或台商的聚会 然后一定就是要订那些餐点 中间要休息的时候 然后他就是让他的小孩子 去争取到那个机会 去提供 然后介绍给 在上海当地的台商的话 所以就是 你即使不接 父亲的生意的话 那你也可以开创一个新的事业 对 就是在父亲的协助之下 我知道台协为了要解决这个问题 因为至少就不管你要不要接班 可是至少不要把爸爸创下来的事业或人脉 就这样浪费掉 很可惜 所以为了要培养他们 可以做好接班或是再创业的可能 所以也有所谓的台青会 像东莞或是深圳 还有上海 昆山也有 现在都开始慢慢普及 都开始做了 就透过台青会来培养接班人 那至少可以培养他们创业的兴趣 或对事业经营的一些经验跟尝试 我们一起去听听看 这台青会的会长讲讲 究竟这些台青会平常在做些什么 我们台青会现在有主要三个主轴 CBS Club Business 还有Support 那Club就是像我说的平台部分 那你可以把资讯 很快速地做一些交流 有人在我们上面交朋友 交往 结婚 也有人在上面找到他自己的订单 都是有的 那第二个Business部分 就是比较像 我们在帮助不同群体的部分 我们有成立我们的创业座谈 我们有成立我们的一些 不一样的活动 比如说我们来吸引不一样的族群 一样都是台湾人 但喜欢的都不一样 其实台青下面这个台青会的话 在二代的话 不管是创业或者是在接班上面 都扮演很重要的角色 尤其在在创业的部分 因为我们刚刚提到很多二代的话 真的对父亲的事业的话 一方面没兴趣 而另一方面可能就是那个事业 可能也遇到瓶颈了 你要转型升级真的不容易 那如果说二代在 也想在大陆发展的话 其实台青会的话 就是在他们创业的阶段的话 也扮演就是提供很多协助 对其实像昆山就是个例子 昆山本身 它有一栋台协大楼 对 台商协会大家一起来投资 盖一等种大楼 大楼里面的话就很多 大家把企业的办公室搬到里面去 是 那那种大楼来讲 应该在大陆台上都很有名 哲晨应该你也去过 对对 他们当初电机跟落成 所以我都去过 对 它大楼里面就有一层 它就是一个创业 等于说它有一个创业员 是 那创业员来讲 那会长就想说 既然有创业员 那里面又有那么多的办公室 跟那个员工 所以要弄一个咖啡厅出来 因为很多人就想喝咖啡 对 那里面有咖啡厅 这个生意来讲 就一个台商的第一代 那他觉得他儿子 对于参与咖啡有兴趣 他就投资在里面的咖啡厅 就变成说 变成他们的一个建立品牌 一个试点 练兵的地方 陈维明 陈维明 他才20岁 好年轻 他创业来 他创业一年 他19岁创业 是 对 他爸爸妈妈对他好好 因为陈爸爸 其实是做半导体的 对 我看陈维明讲 他说 从小他爸爸就要训练他接班 叫他要接班 可是他就是不感兴趣 所以最后就折中 他就是 我来实现爸爸的 另外一个梦想 咖啡梦 因为爸爸喜欢喝咖啡 对 爸爸喜欢喝咖啡 所以他就去开了咖啡店 对 而且我觉得其实大陆 他们做的东西 他父亲我觉得也很开明 也看到未来的趋势 台湾你开一个咖啡厅 他觉得就小确幸而已 开一个咖啡厅 可能他爸爸跟他来讲的话 在大陆来讲的话 你可以做连锁品牌 是 因为大陆市场够大 市场够大 所以他的开咖啡厅来讲 他只是在帮他操兵用的 他开了第一个 在台下大楼里面开了 因为开了整个 他运作熟悉之后 他现在马上第二家 在昆山花侨要开了 在上海也准备要开了 他将来就变成 要走一个连锁品牌的路线 就不是一个小确幸而已 对 那他父亲来讲的话 他本身他做的电子业来讲 继续做 可是未来讲 他本身就等于说 他的本身企业来讲 就跨出去 走到多元化 走到服务业区 你看20岁开咖啡厅 就当老板了 对啊 这听得让大家觉得 又羡慕又激 其实台湾有好多的人创业 第一个想到的就是要开咖啡店 问题是开咖啡店有那么容易吗 我要带大家去听听看 我们这个20岁的小子 他的咖啡生意金到底是怎么盘算的 我觉得我们能做到 有一小部分的是像专业化 就是像星巴克这种制度型的 我们有制度 那我们也有一种休闲型的 与客人的互动 我们两者典具 而不是少专业的休闲 那我们有专业 但我们不缺乏休闲 对我们可以跟客人互动 那我们也可以同时拥有很高的制度 跟这个专业度 来跟这个客人讲解 就是咖啡的文化由来 甚至说我们的产品 甚至说小到我们细节 做的这个东西 使用的这个机器的细节 对我们会有这个技术 在这个知识上面 可以跟客人交流 刚接触的时候 是不懂的 对 那经过磨练嘛 磨练有这个经验之后 就是稍微略懂了 对那现在在走上一个 比较稳定的道路上 你有去外面学这方面吗 没有 完全是自己摸索出来的 是的 我只能说是阅读 再加上有个前辈的引导 看起来是个小朋友 可是已经有咖啡店 而且好像不止一家 你刚才说 已经除了台鞋大楼里面 还有昆山苏州都有了吗 他准备要开第二家 开一家店很贵 我听他讲 好像换算成台币也要百万 几百万才开得了 对 所以这完全就靠爸爸支持 对 但是他父亲等于是认为说 未来整个大陆来讲 咖啡的市场还是看好的 是 所以他们想走向 走向一种 走向从整个制造业 走向服务业 餐饮服务业 对 其实他有 他等于是有爸爸帮他铺第一条路 可以让他在台鞋里面的话 就是慢慢去试验他的咖啡梦 那除了就陈维明之外的话 有没有什么第二代的话 他也是做跟父亲不一样的事业 那目前看起来做得还不错的 我过去其实在上海金山采访的时候 那有一个紫箱王 对 紫箱王的那个第二代来讲 他除了他们家本来就是做紫箱的 然后他先做紫箱王 他自己来讲 现在做公关服务 公关这个行业也有 对 那我曾经在温州的话 采访过一个台商 非常厉害 他的叔叔是台湾一个非常有名的 上市的那个地砖的那个老板 他父亲做轮台生意 但是他自己跑到温州去 做什么呢 做美与补习班 做得非常好 对 他当时他为什么选温州 因为他说他不要到昆山或上海 因为他爸爸跟那个他的叔叔 在那边都有朋友 就是他就是不想要给那个 不要想不想要就是靠父亲的 他是真的不想 真心不想靠吧 真心不想 对就是 可是他我那时候去温州的时候 他的那个美与补习班 真的做得非常好 因为他当时跟我讲说 他一开始要做那个美与补习班 也是非常辛苦 就是从找地点 发传单 训练老师 教材等等的话 都自己一步一步来 所以我觉得很多台商二代的话 其实不见得一开始 全都是依靠那个父亲的 一个就支柱 因为很多人是有那个企图在的